内地八九十年代的女星 也堪称一个时代的靓丽风景 看惯了港星的绝代风华 内地的女星大多质朴 纯美 温婉娟秀 其中朱麟的美便不得不提 凭借女儿国国王一绝 爆红的朱麟 不知成了多少人心中的梦中女神 几代人的共同回忆 犹如往昔般青春美好 而她与唐僧 徐绍华的绯闻 也成了大众津津乐道的爱情故事 这些年 不演戏的女神朱麟怎么样了 1952年 朱麟出生在北京 是个地道的北京姑娘 父母都是知识分子 父亲是一位大学教授 母亲是卫生研究所的医生 自小就是美人披子的她 能歌善舞多才多艺 小的时候就钟爱艺术 学过舞蹈与体操 她在石刹海体校练了五年的体操 还曾练过两年篮球 自学了游泳 1970年 朱麟考生了北京通讯兵文工团 正式成了一名舞蹈演员 那一年她18岁 正值青春芳华 不过 朱麟并没有直接成为一名演艺工作者 而是选择去做学术研究 1975年 朱麟去了药品生物制品鉴定所 学习工作 一年后又去了中国医学科学院 卫生研究所 学习工作了三年 并且顺利毕业 本以为自己这一生都会与演戏毫无关系 没想到一次偶然的机会 彻底改变了她的人生 1980年 出众脱俗的朱麟被电影叛国者的剧组人员一眼看中 我当时在研究所实习 他们找到我 觉得我的身份经历专业和电影里的沈红非常吻合 就把我叫到北营场去试戏 试了一场无实物表演的织毛衣 被选上了 朱麟在电影叛国者中饰演技术员沈红 至此开始了自己的演艺之路 一代人心中的荧幕女神开始迸发光芒 这部电影让朱麟对演戏彻底充满了兴趣 一年后又回到北京电影学院 应于表演培训班进修 想要前行当一名演员 这个表演班为期五个月 学费三十元 像后来的一些老戏骨都是朱麟的同窗 比如张光北和李承如 这一年她还如愿成为了女主 在毕业作品《小月》中扮演女主角桑桑 要知道导演可是田壮壮 谢小精 张艺谋也还只是其中一个分量不足的摄影 可见这时的朱麟有多重心捧月 在北影培训班毕业后 朱麟又被调到了峨眉电影制片厂 当了一名专职演员 人美戏好的朱麟也至此成了当时演艺界的新宠儿 1982年 在《丽媛传奇》中饰演女主角花响容 一年后在米家山指导的电视剧 《弯弯的时镜》饰演女主角秦小婉 而米家山是当时潘红的老公 潘红和朱麟又在峨眉电影制片厂成了同事 紧接着朱麟又连续拍摄了多部作品 在第一部音乐电视剧《金房子》里饰演女主角文靖 电影《萧尔布拉克》中和周里京搭档 饰演上海之亲叶娟 1984年 又在电影《二十年后再相会》中 饰演第一代造船女工程师朱辉 所以朱麟真正的演艺之路 是在峨眉电影制片厂被彻底开启的 而朱麟真正一夜爆红的巅峰时刻 很快就要到来 此时《西游记》正在如火如荼的拍摄中 当时白骨精角色的第一人选是刘晓庆 但刘晓庆说 三个白骨精角色都得自己演他就来 杨洁导演觉得这样是在欺骗观众 就算化妆再好也会影响效果 就果断拒绝了 在杨洁导演一筹莫展时 就想到了演员杨春霞 不过杨春霞对饰演白骨精一决 其实内心是拒绝的 并不太想演 杨洁导演为了能够说服杨春霞 还允诺答应了他一个条件 就是杨春霞在演完白骨精后 会答应让他演女儿国国王 可是后来到拍摄 女儿国国王这一集的时候 杨洁导演却为了艺术而食言了 答应了也没办法 我不能让演 你女的就不能贴脸 一贴脸 人家一看 这女儿国国王白骨精来了 杨洁导演只有一个担心 怕观众会严重跳戏 后来两人因此还有了矛盾 杨洁导演说 我这人不大说谎 但这次是真的失言了 正在杨洁导演又为女儿国国王 人选一筹莫展之时 他看到了朱林的照片 才豁然开朗 赶紧安排剧组人员 去找朱林来试戏 而这个联系朱林的 正是李承如 他在北影培训班的老同学 当时李承如堪称 是西游记剧组的开录者 沙僧严怀里 就是他推荐来的 就这样 朱林顺利进入了西游记剧组 并且完美无暇地 塑造了一个经典的女儿国国王 凭借这一角色 惊为天人的朱林 爆红大江南北 一度被语为80年代最美女演员 她也成了观众心中 永远的最美国王 无人可提 当时杨洁导演 看完朱林的表演后 还有感而发 亲自写了一首女儿情的歌词 成为传世经典 鸳鸯双漆蝶叠双飞 满园春色惹人醉 悄悄问圣僧 女儿美不美 说什么王权富贵 怕什么纪律轻规 只愿天长地久 与我一中人儿 锦相随 多年后 朱林被问到 当年你是怎么选上 女儿国国王的 她这样自信地回答 好看呗 端庄有秀丽 内心纯粹 以及没见过男人的样子 我觉得我都演出来了 而与她搭档的唐僧 是小资紧六岁的徐少华 两人配合得天衣无缝 真假难辨 两人在戏中 含情漠漠 儿女情长的演绎 至今仍是一段一幕佳话 但这个角色 给朱林带来巅峰美誉的同时 也夹杂了一些 无法解脱的烦恼 一是朱林此后的演绎之路 总是会受到 女儿国国王的束缚和影响 一个人一辈子要演无数角色 大家能记住一个经典形象就不错了 二是 他也被人说成 和唐僧徐少华假戏真做 爱得不能自已 因此一直备受烦恼 此后多年 朱林一直被传暗恋徐少华 并且还说 为了他离婚后一直保持单身 甚至当时很多文章说 朱林为了徐少华22年不嫁 还有观众这样说 女儿国国王那痴情的眼神 便说明了一切 爱而不得 以至于朱林被贴上了单相思 痴情 怜惜的爱情标签 在艺术人生节目中的意外告白 更让人将传闻加深 朱林在台上这样说 我的那个目光 锁定的就是玉帝哥哥 人这一生会遇到许多诱惑 像女儿国国王这样 明大智 十大体的人 能把爱情当作一种享受 一种快乐 一种憧憬 义无反顾地坚持到底 已经到达一种境界了 女儿国国王做到了 我相信我也能做到 我今天其实最想说的就是 自女儿国一别 至今已经二十载 玉帝哥哥 别来无恙 没想到 这段深情告白 又成了炒作两人关系的话题 甚至有过一篇文章报道 写得特别动情感人 竟然还得了该杂志的金奖 而朱林心中 对假戏真做的含义 是能够更真实地 进入到角色中去而已 其实在拍摄西游记的时候 朱林已经结婚 徐少华也是已婚 有一次朱林老公在一次 占有聚会时 被朋友开玩笑地说 你老婆还未婚呢 单恋 结果回来就向朱林抱怨 那我是谁 我在哪待着 而这些年的种种传言 朱林对此也是哭笑不得 他在一次节目采访中 谈及此事说 电视台让我和徐少华 一起去做节目 结果我用细油纸擦脸上的油 就被说成是在擦泪 节目利用这些来炒作 后来有记者采访我 明明我告诉记者 我结婚了 竟然被写成我结过婚又离了 后来在朋友的建议下 朱林公开澄清过一次 但无济于事 我很同情他们 我又何苦去砸了他们的饭碗呢 我在媒体上说过这件事 结果网上说我在炒作 我就懒得说了 而这个传闻 其实至今也还没有完全消失 至今35年之久了 朱林从出道以来 就一直非常低调 安静如水 他曾有过一段失败的婚姻 但一直不为公众所知 2005年 53岁的朱林又低调踏入了第二段婚姻生活 相爱相伴至今 她的丈夫也经常被身边的朋友调侃 你老婆那段故事真感人 到现在还没结婚 朱林与丈夫结婚后一直深居浅出 不公开谈论自己的婚姻生活 保持低调神秘 而且她和丈夫都坚持丁克 一生无儿无女 如今朱林已经68岁了 早已没了当年的容颜风貌 也很少在演戏 但岁月的沉淀 倒让她多了几分知性成熟的气质 更加优雅从容 而且她还一直保持着健身运动的好习惯 爱好旅游和摄影 心态不老 有句话叫 岁月从不败美人 朱林便是如此 你会不禁感慨 不管年华沧桑 有些美人 终究是美人 而每当那首女儿琴的音乐响起 那倾国倾城 又痴情不已的女儿国国王 依旧会让人魂牵梦绕